和往常一样,李女士带着孩子到小区的草地上,让她和其他孩子一起玩,回家后孩子跟李女士说脚疼,叫妈妈看看她的脚,李女士被吓坏了,一个足足有手指头大的虫子,紧紧的吸附在孩子脚上,虫子的头深深的扎进肉里。 李女士慌忙中叫孩子不要动,李女士拿来镊子,想要帮孩子拿掉虫子,但是怎么也拿不掉,头还是扎在里面,没有出来,没有办法,李女士只好把孩子抱到小区附近的医务室。 批冲,李女士看到小虫子已经比刚才明显大了一些,医生说,她是钻进去吸血,医生用酒精涂抹在虫子身上,即被钉咬四周,轻轻用镊子给这吸血的虫子取下来,医生说幸亏李女士没有直接把虫子扒掉,如果直接扒掉弄不好她的头会留在里面,以后会感染四周的皮肤。 批冲,被批冲钉咬的解决办法,一,用酒精涂在皮虫身上挤四周,几分钟后用镊子取下,二,线物直接用手拔出,这样会把皮虫的头留在体内,会对身体不利。 温馨提示,家里有宠物或者在跟宠物玩耍时,要注意宠物是否干净,身上有没有寄生虫,这样才能确保孩子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